美国媒体报道 中共自8月初以来 接连对台湾举行针对性军演 对台湾的防卫上造成压力 不过军事专家表示 共军对台常态化军演 损人也自损 共军自己也付出了一定的无形成本 首当其冲就是中共战机的发动机过度耗损 因其技术落后他国至少20年 堪称共机的心脏病 中共三号人物栗战书近日出访俄罗斯 在与俄罗斯国家杜马议长沃洛金等人 进行的会谈遭二媒曝光 栗战书明确表态 对于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的行动 中方充分支持并给予侧应 在外界视为北京对俄乌战争的最明确支持 引发热议 这也形同直接打脸新华社宣传 中共官媒对栗的乌克兰相关谈话 只字未提 中共二十大临近 各地防疫措施层层加码 民众因频繁测核酸苦不堪言之际 13日 全自动核酸检测平台 或批上市的消息登上热搜 评论区瞬间翻车 网民嘲讽 核酸不除 新冠不灭 还有网友崩溃 要做一辈子核酸吗 而最近上海防疫专家 张文宏两年前的一段影片 在网路热传 他直言 大规模核酸普筛 虚假无异议 中共禁止14亿公民使用推特 但其地方当局 却在推特上大肆投放全球性广告 帮助中国大陆成为推特平台上 增长最快的海外广告市场 并成为其美国以外 最大的收入来源之一 新唐雅台电视整理报导